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刚刚说得对 我听过你的话语权 说今年哪里有话语权 就是哪里提出中票的问题 一向都是的 不是哪里有道理的问题 话语权落在哪里 他的声音必然是最响亮的 话语权不是落在特首的 特首最有权 我觉得是在市民身上的 我觉得是在阿爺他身上 可能我们的看法 刚刚你是想说些什么 我只是想介绍今天的嘉宾 可能今天的嘉宾 那些票就不用中了 我都很熟悉的 很多媒体都见过了 就是今届区议会选举的票王 北区的区议员刘国勋 大家好 我知道差不多拿成五千票 是不是阿芬你 四千七百九十一票 对手好像是民主党 民主党 好像九百多票 九百三十五票 比例上也很严肃的 跟他对手 今年好像你 方角山也有八十多 我真的没有留意 百分比 方角山你没有收到他的电邮吗 我经常收SMS 大获全全勝全 他有你 你赢了八十多都谦虚一点 好一点 刘国勋不同 就比较谦虚一点 绝对是 为什么连续远界都这么多票 首先 刚刚我说了中票的问题 其实你觉得香港是否真的有一些 中票问题 而且有人说一中票 就一定好像是 就是刚刚阿芬说了话语权 进票一定是向建制派的票 不是 你同一个议题 如果是由一班有话语权 话语权的那边提出 和一班本身的话语权弱一点的人提出 社会出来的反响 关注必然是不同的 如果是民建联提出的 就我所了解 我次中票这个问题 不是今届区议会选举第一次有人提出的 就是过去的区议会选举 都已经是有人提出过类似的投诉 但是在往年 反而是没有今届受到那么多关注 什么人的投诉 是传媒不关注还是政府不关注 这方面我没有深究 总之 就是我了解 我之前看的报纸就说 刘刚华在过往的区议会选举 就是民建联也有提过 好像发现一些疑似中票的过案 但是好像有 没有不会像今届那样 受到广泛的关注 甚至06年那时报纸明报社会也有卖 就是审核 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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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过报告 给政制事务局 就要求他跟进一些类似有怀疑 可能有中票的机会 那些都是没有做到 我没有绝对同意 无论是哪一边提出有没有中票的问题 这个不是关键 最关键是你要政府当局 要堵塞这个流动 维持一个公平公正正义的选举 政府一边都是难一点的 政制事务局 我认为你两位一路说中票中票的下谈 其实没有 其实现在似乎找到一些疑似的中票国案 其实是不是中票都要再去 有关的部门去追查 但我想说就是刚才你的讨论的时候 的确现在的选民登记制度 可能有些漏洞 或者有些不全面 但可能是其实在这个登记 或者这个选举制度上 其实因为有些限制 所以其实已经是 现在这个方案 已经是最方便到市民的时候 亦都是可能最少的麻烦 例如我说说 我其实都在地区接了很多市民 其实很多时候 他以前就跟家人一起住 跟爸爸妈妈一起住 但当他们他大的时候 可能结婚的时候 他们会搬出去住 或者他们工作的时候 家里越来越擠迫的时候 他会搬出去住 但他搬出去住 那些租住一些 可能一两年的住 基本上搬的 但他们那个主要通讯地址 我自己了解 那时候原来都是放在爸爸妈妈那里 他对原本自己住 开国社区 都是最有感情最熟络的 所以他们一直都没有去 包括银行 一些其他的 私人的公司 那些地址都没有转过 所以选民登记地址都没有转过 其实是不出奇的一件事 那你都今天看报纸 连法律学者张达明 那他都没有转地址 他回到香港 投给公民党 他们的候选人 真的投给公民党 对 是否投给 不知道 可能投给公民党 是公民党有个选区 那他自己都说 法例上没有这样的要求 那其实看回 其实真的可能有很多人 第一 不记得转地址 第二 他们搬出去住 都不是想拿外面 做一个主要的居住地址 他们仍然想用 原本和家人一起住的 做联络地址 特别是唐楼那些人经常去搬 你知道我们每一年 那个根据地址有个期 新闻登记名册 是根据 就是最后你那个折子期 那个为准 可能在那个折子期之前 他登记了 但是他之后搬了 他想根据都放不到 入今次的新闻登记 那其实这些都是一个问题 那至于刚才Rita你说 我们过往其实 作为候选人 我每一次拿一份 选民的名单回来 我都会看下 究竟有没有 可疑的个案 或者一家有很多不同性的个案 有时候我都会查 可能有时候 原来是 那个女儿 结婚的丈夫 又搬进去住 或者爱母 那些情况 有些的确有可疑 我们就会去选举时 无处去投诉 即阿芬是否代表 在选举之前 其实你们都已经收到 那个选民的名论 其实如果你要 找出那些中票个案 其实在选举之前 你都可以找得出来 所以不需要在选举之后 即是无论是选赢或选输 才去谈这个 你有没有看报纸 因为这些人就投诉 时间太短了 即你觉得是吗 其实我自己觉得 时间都是充裕 如果你要做出一个投诉 即他们投诉也要不充裕 因為我們過往以前也有投訴,不過投訴可能我們沒有很高調開傳媒 我們是交給選舉事務處去投訴,但以往這些個案很難去追查 你投訴人家有沒有處理,去了選舉事務處 我自己沒有去投訴過,但我聽一些黨的朋友說過 以前他有投訴,選舉事務處說他會跟進,但跟進通常都是查到一些結果 因為你很難是證實的 選舉事務處可能也把關就沒有那麼好 剛才劉議員說的個案,其實他們都有住址可以證明,例如有電器單、煤器單 我見到民建聯提議,如果有新選民登記,登記時有住址的證明 投票時就不需要,因為有些個別泛民政黨就說投票也要有住址證明 我自己比較拜民建聯那種,因為投票後要我帶銀行信 雖然說一張紙也麻煩,其實這個想法是否民建聯想出來 或是民建聯的共識? 其實現在要怎樣改善這個制度呢?其實很多事情要考慮 其實我自己個人來說沒有所謂 你便重新由令開始,重頭去登記 甚至乎辦問題的意見要帶去投票 我也覺得可以接受的,或者在選舉之前要核實 但有部分人是沒有住址證明的,你要想一想 有部分人是未必有這個住址證明的 但是你有機會影響到投票意欲的 如果泛民都接受我覺得沒有問題 很可能他們自己都會,到真的落實的時候 他們自己都會想得到原來的後果對他們都有影響 他們自自然而就會重新考慮 但是現在你提出什麼方案都可以 到政府真的提出要去修改的時候 可能他們又未必會這樣想 但是葉國謙的方案你是否支持? 即是要在登記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也是多一個核實 令到登記更加準確 但是你其實完全正如我剛才說的那些情況 你是渡住不了的 我之前在家裡住和爸爸媽媽 我照樣用回家做主要通訊地址 我自己搬走了 但是我的水費單、電話費單 仍然寄在家裡 即是舊家和新家? 寄回去爸爸媽媽的家 那那裡已經是正在登記 我照樣用登記的時候 但是我已經搬了須住 那你是不是又代表我 是中票還是怎樣? 你明白嗎? 我明白 我認為這是主要的居數 我想劉議員本身都是支持優化 我支持優化 整個選民登記的制度 不過我就不贊成桥王國正 或者其實剛才 證明又要這樣那樣 即是說不是不好 但可能想想會否又進一步 影響到選民登記的意欲 情況 其實對於選民登記的意欲 我覺得很多時候只要看政治氣候 第二就看本身你們那些參選人 例如選舉前有個別民主派成員 說政府宣傳少 我只是找一些明星拍廣告 我只是不以為言 本身這兩年很多選舉 很多議題又選特首 又施給他議員 很多議題可以說 即是有些人用外人居港權 申請司法覆核對這件事來說 有些港珠澳 你們民主派一樣有你的議題可以說 都炒不熱 炒不慶免過選舉得了41%多 會否是本身 最高的了 41%多的議題 即是本身你留意完 會否認為本身我們香港的政治參選者 炒不熱的議題令到市民不去投票 還是本身市民是很冷感 其實剛才你說的問題 我自己之後一直留意選後的報道 即我有四個詞 即是會有時想著 究竟是否輸打贏要 你會看回在選舉前 又說氣氛不好 但選舉之後又說 選民登記原來突然高了很多 很多區的選民 為何比以往多了那麼多 之前就說高投票率會好 即是很開心的人出來投票 但選完之後就說 為何對手突然間比以前多了那麼多票 其實你會覺得 好像他是很不鼓勵人 做得好一些 拿得高一些 我其實曾經以往都想過 其實選民登記制度 會不會 其實不要搞那麼多 全部人自動成為選民 即是在不同的地區 他們是強制那些人要成為選民 以及要去投票 不投票要去懲罰 俄羅斯 所以我覺得這些大家可以去談 不要只關注到 我自己的區 究竟是否因為有這些問題 而去贏和輸的問題 我現在要去翻盤 我們是否可以想遠一點 既然現在這個制度有問題 我們又想去做好一些公民參與的時候 做好一些我們民主化的時候 我們不是想得那麼窄 選民登記制度 我們會不會想想 我們的投票 我們其他東西 其實都可以去想 但你給別人的感覺就是 我就是為了要去翻盤 所以就要不斷去查一些 對自己有利的個案 還有有一個論述 我自己個人多反感 就是區議會選舉之後 有第一日還是第二日 有某一個政黨的黨魁 當然他的黨在今屆區議會選舉 梁家傑 我知道 然後他就說 香港的民主路是越來越難限 我覺得奇怪 為何多了市民出來投票 投票率高了 理論上反映了公民意識 投票意欲是強了 為何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因為他貴黨的議席的得失就說 香港的民主路是越來越難行呢 那是不是代表 就算那個投票率很低 但如果他們的黨的議席是多了的話 就等於香港的民主路走得越來越好呢 就是這樣 是將他那個黨的選舉上的得失 和整個香港的民主發展 就是不合理地捆綁了一齊 我自己覺得是 是不是不合理 我相信就是大家自己會有 自己公論 就是有的想法 就是中票問題 我自己覺得 本身存在了這麼多年 就算什麼人提出 或者是否輸打去贏要也好 都真的需要去處理 是的 所以我一開始就說 就是無論誰人提出中票這個問題也好 總之 倒絕就必然要的 就是怎樣改善制度 當然其實如果你投票率高 你想中票也不容易 有六七成投票率也很難 你中票你多少都影響 我現在看都是一百幾十票而已 有些就說 就算兩三百票 但你對某一些區來講 那個關鍵是很大的 例如說真的差幾十票 就像票王昏那樣 贏人成四千票 票王昏 我差點聽到是暑王昏 票王昏 但是我叫你票王昏 但是你有什麼方法 為什麼這麼厲害連續兩屆都這麼高票 有什麼秘訣 即是教一下 聖一下 即是那些選民是投你的黨 還是投你的個人 我想特別在區議會選舉 現在的選民越來越成熟 他自己都會看參選人的工作 政綱 過往的往績是怎樣 今年其實我們看到 標題雖然是說民主派大敗 建制派大勝 我們看真的 那些數據或者資料 其實未必真的 民主黨其實原來比之前多了一席 也很多民主黨的年輕人 都是進入到議會 還有普遍現在 很多時候以往 可能一千多票就當選 但是我看這一兩屆很多 高票當選的人 其實我相信選民對區是越來越投入 對候選人的了解也越來越深 他們會看他們的工作 他們對候選人 似乎是全職會比較適合他們的心水 大部份全職都贏 即是有個別 我知道貴黨也有些全職區議員 都不幸就落敗了 當然你看全職可能對全職 可能大家就要鬥工作的質素和數量 我相信最主要在地區工作 不義百滿就是要勤力 以及要多跟居民去接觸 了解他們的心裏想 我相信這個可能是親和力的問題 你要經常跟地區的市民比較接觸得多 他感覺到你是朋友可以信任的時候 他自然會走出來去投你一票 是肯定你的成績 肯定你的工作的 即是我們看回每一次的區議會選舉 都有很多獨立人士出來參選 即是他們又會覺得 即是政黨可能在某程度是一個包袱 但我們看到今屆很多高票當選 好像阿芬你那樣 本身都是有政黨背景的 你覺得其實區議會選舉那裏 那個政黨背景的因素是怎樣呢 會不會是 反而有些人不理是哪一個候選人 總之是民建聯投票的 又會不會是有些人覺得 就算阿芬你做得多好也好 但可能因為你的所屬政黨是民建聯 然後就不投給你 即是其實那個政黨 那些人是投人投黨 你覺得那個影響是怎樣呢 其實我自己覺得有別於立法會 這個政治的大趨勢 區議會剛才兩位部長 票王其實我真的不敢當 因為每一個選區的組成結構有不同 他的選民數字可能也有些 可能好像我這樣 有萬二選民的 有些可能只有六七千選民的 那六七千選民沒有可能 可以去到四千票這麼高票 所以票高票低不代表那個人 在社區那個受歡迎程度 或者他自己個人的能力 那第二方面就是剛才說到 究竟政黨有沒有一定的幫助呢 其實去到區議會的時候 不同區 即是有不同的區執 可能有些一聽到民建聯 他支持 或者一聽到民建聯 那我投給你對家 這些情況都有的 但是說到尾 都是看候選人本身的 但是作為一些年輕人 或者剛下社區的人 有政黨是有一些幫助 有些優勢 起碼有後勤的支援 起碼有一個政黨的效應 可能你下區很短的時間 但是市民對你個人來說 未必很了解 但是你是民建聯的 我起碼對這個政黨 我不管他們是好或者是壞 起碼都有一個印象 我相信民建聯在地區工作是做得好的 那我就投票給你 我相信他們會監督著 他每一個議員的工作 這些都是有幫助的 這裏是否亦是你當初選擇 加入民建聯的原因 你知道香港很正黨 又民主黨又民建聯 為何你當初 都是年輕人 你會選擇加入民建聯 我也有很多場合分享過 其實我在大學的時候加入了民建聯 我自己讀公共行政 我最初真的沒有想著 可能投身議會 這一方面 所以我自己在做功課的時候 接觸了很多民建聯的議員 或者不同派別的議員 加上自己個人的政治理念 價值觀似乎跟民建聯比較接近 大方向 那時我剛才也說了 我沒有想著去從政或者去參政 就是沒有這樣的思想的時候 我去加入一個政黨的時候 我其實真的看他的大方向是怎樣的 作為一個球迷的心態 他加入了一個政黨 所以那時我沒有想過 會不會參選的時候有甚麼優勢 沒有考慮過那些情況 如果又說回區議會選舉 又說回民建聯 很多人都說民建聯在 過往兩屆的區議會選舉 大勝是因為 有大量的資源投入 蛇齋餅種 其實是不是你們 民建聯的地區工作是怎樣的一回事 好像譚耀春說 有些幫人一起去換手袋 譚耀春說到無微不至 即是無微不至的地區工作 其實無微不至的地區工作 具體來說是怎樣的一回事 我想其實無論你用甚麼方式 甚麼元素都好 最重要就是 可能將你的關心 是讓居民感受得到 即是這些全部都是一些 媒介來的 一個平台 讓你去跟市民去接觸 或者表達你的關心 其實你落一落 即是一個電台下面 可能你會見到很多不同的政黨 其實都在做類似的活動 而我想說其實很多這些活動 其實在社區上面是有很多不同的企業 是免費提供 例如煤氣公司 他每一年都會有一些月餅 給議員派發給市民 無論你是民主黨也好 公民黨也好 民建聯也好 自由黨也好 他都會讓你去派的 又有愛心湯 中電也有些社會資源 還有區議會也有些撥款 爭在你是否願意努力去寫一些計劃 他多看一些不同的機構 有甚麼資源你自己去寫計劃 去申請幫你的居民 爭取到一些福利 講到區議會寫計劃去申請撥款 我就聽聞一些 例如民主派那邊 他就說 因為你知區議會民建聯是佔大多數 通常民建聯區議員寫的活動 申請活動 一批甚至是雙倍撥款給你 民主黨民主派的申請 十個活動有九個活動都被禁止了 是否真的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我想議會有議事規則 撥款都有撥款規則 你有撥款規則的時候 我不管你民主派也好 建制派也好 你申請的時候 一定要符合這些規則 規則一定會有個上限 你不可能建制派 我就給你超越個上限 民主派我就給你最下限 即是不可能的 有的請舉出例子和證據 他們經常這樣投訴 但我未見他們拿出實際例 例子出來 我曾經幾時幾月 在哪個議會申請的個案 跟建制派的一模一樣 但我被否決沒有 你從來都知道有這樣的情況 一些很印象的情況 請他們下次有投訴 即是有個案才有說服力 即我自己聽 也可能有道理 還有議會其實老實說 議員主持會議 但是民政事務署也有人員 是他做秘書署 還有專員會看著整個議會 他們都不會容許一些 這些例子 不平衡的例子發生 還有最重要是跟議事規則去走 下一節不如再問一些更加火辣的問題 是的 好 回到剛才說了很多區議會選舉的事項 有選舉之後有很多評論分析 有些人分析到底今屆區議會選舉的結果 對明年的立法會選舉會不會有甚麼影響 有些人說沒有 有些人說有 阿芬你怎麼看 很多人都說會有個鐘擺效應 是的 連風水書都會有關心 流連運程 流連運程都會關心政黨的發展 其實政黨的鐘擺效應可能似乎 過往都是有些鐘擺效應 但是如果你仔細分析這些鐘擺效應 還是有一定的條件才會發生 不是必然的情況 例如民主派在2003年大勝 但是有人說 零四年民建林似乎會 必然慘敗 甚至乎有周刊就說民建林玩完 但是似乎零四年的結果 也不是 又出人意表 賽數用 即港島區都贏兩值 我們的成績也算不錯 市民說這個是一個鐘擺效應 其實我們看看原來是否鐘擺效應 會不會是因為他大勝完之後 他沒有做好地區工作 市民開始進去反思的時候 就給我們一個機會 今年我們大勝之後 我們會不會 我們其實時刻都緊記 會不會有個鐘擺效應 所以我們更加會做好自己的本分 我相信其實選舉也好政治也好 其實都是普普清的 每一次市民都會重新去計算 今次你好不代表下次都會好 今次你輸不代表下次都會輸 市民是會看當時的政治情況 即議會裏面的勢力 真真正正的政績 當然剛才你說 都是有些因素 即是心理因素 被你贏了那麼多還可以 但如果這個因素是有的時候 但同樣地他又覺得 但我支持你都支持不下 即是你繼續都是在地區工作 或者在一些工作上做得不好的時候 他會在這些因素上去思考 所以我們要看看 即是未來我們更加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但會不會出現一個情況 例如區議會選舉就投了阿芬你 背後是民建聯政黨 接著去到立法會選舉 又可能去投給你一個民主派的政黨 即是這個情況你覺得是常不常見的 其實這個情況是常見的 不奇怪 因為區議會可能都是一兩個人之爭 甚至乎就算多的時候 都是三四個人之爭 但是去到立法會選舉的時候 例如新界東 之前有七席 七席不止七張名單 有十幾張名單 即是九席 那麼多選擇給他的時候 市民有選擇的時候 就未必會選擇區議會 但是過往一些的分析 或者我們自己的感覺都 其實是有裝腳 或者有那個政黨 有它的人服務開的時候 他們的過票率 或者他們的得票 都是有一定的百分比會留在這裏 即是穩定些 是穩定些 那即是講開立法會 會否其實區議會方面 在政治性議題又不是打那麼響 但是我見今年好像 在外融居港權這件事 又好像又算是 今年區議會一個幾 全港性政治性議題也算打一響 會否其實 即是可能有七席區議員之後 未來的區議會選舉 這個政治性力議題佔的百分比都會大些 其實你 你即是看那些報道的分析 看那個選舉結果 你會發現 如果你不看那個選舉結果 似乎這些議題打得響 令到公民黨 可能很多議席都輸了 但是你看那個結果 即是通家驊也好 或者他那個 可以半島那個 投審人也好 其實他們下了區有多久的時間 即是空幹 有沒有這些官司 即是我自己覺得 他們的輸的機會都是比較大 即是我們不能夠忽視了 當區的議員的努力 不過見到有些公民黨 現任有幾位都輸 好像吳晶文那些都輸了 即是那些會不會其實是 跟這個政治性的議題開始有關 因為初初說 一打政治性議題 一定對民主派有利 我發覺今年又不是 可能另外一回事 只要你懂打一個議題 你懂推廣的手法 其實又算你建制派 你打政治性議題都沒有問題 會不會有這種想法 其實不多不少都有一定的影響 這些政治議題特別 對於一些五十五十的區域 或者一些可能本身候選人做得不太好的區域 是特別有作用的 但如果本身候選人做得很好的時候 你看看就算民黨現在 留得在這裏的議員來說 他都是長時間在地區紮實的工作 還有說回區議會選舉 有民建聯 某程度上今屆和上屆 尤其是今屆 區議會選舉結果是反映了 民建聯在某些地方的洗底成功 為什麼這麼說呢 如果看回2003年的區議會選舉 基本上民主黨派的候選人 只要打倒保安黨 只要把保安黨的標籤 扔到民建聯那裏 基本上他就贏了 因為當時政府的民望是極低的 他成功把政府和民建聯捆綁在一起 但去到今時今日 經過你們反對亞運 或者在去年裁戰預算案那裏 又是去和曾進華有很多的 不斷的討價還價 會不會是民建聯保安黨這個角色 在選民或者市民心目中有些不同了 會不會 其實政治是普普清的 保安黨也是對方扣下來的帽子 隨著時間 或者Rita剛才說的事件發生 其實居民前不會看清楚 這個標籤究竟還行不行 同樣地 市民也會思考 2003年那次 打了很多的政治口號 而入到議會的時候 當他們有事的時候 想找回這些議員的時候 他們是否真的幫到他 或者平時他們見不見多的時候 他們會上了一堂的經驗 下一次再選舉的時候 他們又懂得選擇 原來他們在地區議會 是需要一個甚麼的人去幫忙 所以我說 其實經歷過不同的選舉 其實每一次的選舉 都會有不同的經驗 是帶到給選民的 這個其實就是民主 因為他們透過參與 而知道自己的選擇 是怎樣去行 那你是北區區議員 我想問回北區北區議員 因為今年其實有兩個區 我挺關心民建聯的選情 北區就是其中一個 就是我稍後再問 就是北區見到 今天有五個區 有五個區 民建聯和鄉市派是對戰 就是最矚目的大戰 就是侯金林 大戰和侯福達 甚至打鼓嶺 鄉市派如果有找人來 撼你們的溫和暉 結果好像五個區 民建聯就贏了 有個別區就險勝 會否有個別鄉市派的勢力 和民建聯分裂 甚至現在看報紙 民建聯想在區議會 北區副主席 就踢走侯志強 再換人 會否發生甚麼事 為何我們印象是 民建聯和鄉市派 差不多是好朋友 為何今年會有個 這麼決裂的關係 甚至是看選舉 裡面火花很厲害 又淋紅油 這麼大爭議 發生了甚麼事 究竟是否真的有這些 決裂的情況 我想說兩點 當然 只有幾區 因為新界 只有新界才會有 鄉市派 其他區是沒有的 第一 區議員這個議席 其實是公開開放的 其實任何人都有興趣 可以去參加的 我覺得阿芬這個說法很民主 這個不是民建聯獨家 亦不是其他政黨獨家去做 我不會揣測他們 今次參與這個動機 但第二件 你講鄉市和民建聯獨家 我未必完全認同 究竟你怎樣定義一個鄉市 我們看回剛才所說 喉金林 過往做開村長 他亦都是原居民 溫和輝 過往是做原居民 他在鄉郊的活動都約局 他們是否鄉市 但對面也是 例如你對着喉福達 喉志強就分身支持他 那邊又有打鼓兩區 支持溫和輝對面的候選人 其實就等於村長選舉一樣 都是鄉市對鄉市 有情有沒有 有選舉我覺得不奇怪 但見到中間有林洪友有恐嚇 有很多好像你有看的報道 有看 即是選得來好像有一種 火藥味 火藥味 好像一種決裂的 即是影響到某種 第一 即是報道和那些選舉 其實未必有關 第二就是 可能雙方會很投入 在那個選舉裏面 變了有些激烈都不出奇 但等於每條村 你都會有四年一次的村長選舉 如果怕兄弟失誤 都有人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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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辦法 這個就是民主的選舉 事後方便 即是你的國內人 大家的關係是怎樣 後福大侯、哲強 大家都姓後 選完舉 大家做兄弟 大家都可以 還有區 我想問問 不知道你知不清楚 就是新介西那邊 因為新介西涉完兩個區 就有民建聯絡對手 對面就是 盛傳是江湖的人物 我知江湖人物那邊就贏了 甚至有報道說 其中一區當日有譚耀宗 去幫忙民建聯 求選人拉票 都被人幾十個大巷來恐嚇 即是 是否有一些情況就是 即是鄉市派在鄉村裏面 是否那個勢力是完全打不破 那些區都不是鄉市派居 甚至是江湖對人士支持 會否被人甚意思還敢 民建聯會否擔心這些區 還是會特別 下一年為了正義 就將這區回來 我猜會不會擔心哪個區 哪個區好做便去做 我們作為政黨 有機會服務市民的時候 而我們都有人選的時候 他們自然都会趕參與服務 坦白說我們不會怕任何惡勢力或壓力 因為我相信香港是任法治的 特別是我們的政治人物或公眾人物 我相信如果受到傷害或受到惡勢力去傷害的時候 警方都會特別關心 因為新界西那邊我也是同樣看報紙了解 但如果這件事發生在我個人身上 我們絕對是不會屈服的 但是鄉市派在新界鄉出的影響力是否十分大 例如在一些原居民的區 如果沒有鄉市派支持你基本上想贏 都不可能這樣看 當然你說在原居民的區 是由原居民組成的 正如剛才講的例子 你怎樣定義誰為鄉市 有時現在你看我講選民越來越成熟 其實在鄉郊居住的選民都越來越成熟 原居民都越來越成熟 他們未必只看哪一個鄉市會支持哪一個 那你兩個都有鄉市的身份 兩個都是原居民 我真的會看哪一個做事做得好些 你說一個完全不是原居民的人進來跟你選 可能感情上那些鄉民會投射下去 我是原居民大家同聲同氣 但是兩個原居民的時候 他未必就會只聽鄉市會 叫我投誰我就投誰 我都會考慮究竟哪一個值得我支持 再加上近年有很多在市區的人都搬進去住鄉屋 其實已經溝淡了很多的比例 區議會選舉就剛剛結束了 立法會選舉就還有一段時間才到 中間就有一個特首選舉 這段時間很寒 我知道你是政黨的中委 但你們的政黨就說不想你們的中常委表態 但你們覺得一個未來的特首候選人 應該要有什麼條件 或者是有什麼個人素質才可以信任 我先插一插嘴 因為被傳媒發現了你星期日去了梁振英 做世大會是什麼一回事 你會被人擋懲罰嗎 我不會 其實我都跟主席交代過 或者說回情況 那些傳媒問我 其實都跟他們說 我先講寫歌 其實我自己 我畢業之後可能做了一陣子 再落地區工作 有輸過也有贏過 其實我自己是很認同一些 或者很欣賞一些人 是很認真去工作 他全心投入服務市民 願意去落區 他聆聽市民的聲音 有魄力 有承擔的 這些都是我欣賞的人 我在選舉裡面 其實今次選舉 不知道是否跟特首的議題 是炒得很熱關 你看區議會選舉期間 都是講特首多個講區議會選舉 很多市民都會跟我說 你支持給一個候選人 原來我支持給一個候選人 都會對他們的投票 是有少許影響 今次也類似的情況 有些青年的義工 或者我區內認識一些年輕人 他跟我說 特首選舉經常在部長見到 是一件香港很大的事 我們年輕人 或者一些年輕義工 有沒有機會去參與 去看一看 去體驗一下 甚至乎去助選 而他們這一群年輕人都說 我很想去幫梁振英 幫CY 因為他給他們的感覺 是很肯做事 而可能也會帶來一些轉變 轉變 我聽到他們的情況之下 作為一個議員 亦都作為他們是我的義工 我也嘗試去安排 或是聯絡CY方面 看看可不可以給他們機會去參與 結果很順利地他們參與了 我亦都會去看著他們 那唐英年那邊 你們有沒有打算去嗎 如果唐英年那邊 他星期四 叫我們 即今天是星期二 如果要邀請我們 或者找我們 而年輕人又有興趣 要聽到有興趣 當然我們不可以逼人 又或者有同樣地 有年輕人 他自己向我提出 我也想看另一邊的候選人 去做世大會 他想去參與 我也會嘗試去打他安排去問 當然他接不接納我們 亦都是由他們去考慮 不過我很想去 唐英年那邊 即是如果有市民 街坊反映說 都想進去支持一下 你都會想辦法帶他們去 不要說市民 我自己都作為一個 投身重症的人 其實對於這些做世大會 其實你都很有興趣去看 就算我不是參與現場 那天 我相信我會在家 都會看完全程的直播 如果能夠有在現場 去減灑氣氛的衣服 我相信對我們來說 可能自己都是一個得著 不過我自己 插開一點點說 在Facebook做了活動 就呼籲人 在星期四 當唐英年做做世大會 在MSN也好 ICQ也好 Facebook也好 就表態不要唐英年做特首 例如大地震 或者發生甚麼事 在Facebook做了標題 表態或ICQ 我就希望 如果你不喜歡唐英年 星期四就做這個活動 或者甚至我都想做一個 因為制度上 我們應該去選特首 甚至在12月16日 選舉那天 在Facebook、ICQ、MSN 又做了標語 我要投票選特首 不要唐良兩邊走 唐良 即不是唐郎 即是梁振英 唐被黨居 也不是唐這件事 當然沒有 吃一刀會變豬 說一些東西 蠢就變蠢豬 好像他那樣 那邊 那邊 梁振英那邊 其實你怎樣想 那些人說他是豺狼 甚至我覺得 他一定要唐狼 為甚麼 他派一粒糖給你吃的柴狼 但隨時輸回牆壁 你自己個人 第二位的人說他蠢豬 一隻豬 一隻狼 其實你本身 認不認同傳媒 或者一些人的說法 其實傳媒這樣形容 是他立體化 或者更加戲劇座 他好看 其實我相信做得一個領導人 就是領導整個香港 他一定要有一些特質 或者有一些魄力 你如果給一隻綿羊去做的時候 你有沒有這樣的信心 他好溫柔的 你要去帶領香港的時候 除了要搞定香港的內政的時候 也都要去 可能在國際社會方面 和不同的社會角力 也都可能你要解決很多問題的時候 例如地產霸權 市民經常說 千年人經常說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給一隻狼去做的時候 你 是有信心的 即是你要跟它 即是片過 對不對 所以你看一下這些特質 是用在哪一方面 正如豬的話 其實那天他回答他是龍年 但給我回答我就說 其實你有沒有聽過三隻小豬的故事 第三隻小豬搞定了一隻狼 對不對 有智慧 其實看你怎樣去演繹 還有詮釋班 關鍵就是豬有沒有智慧 不是豬還是龍 豬都有三款 大豬二豬和三豬 唐一年是哪一款 大家自己想 今屆的特首選舉 很多人都說 是回歸以來競爭最激烈的一次 尤其是建制派內的競爭最激烈 就是挺堂的和挺梁的就是壁裏分明 甚至乎挺梁的會視唐是敵人 挺堂的會視梁振英是敵人 擔不擔心今屆的特首選舉 會令整個建制派撕裂了 或者感情是大受影響呢 建制派之間的感情 我相信剛才你們所說 我自己個人也有個憂慮 不要說建制派 整個香港會不會因此而 在政府制裁裡面有些不同 但我相信 都選了出來的時候 又是另一個問題 作為特首你其實需要不同的人 去幫你一起去做一個 政府管治的 你會看美國的選舉 或者很多地區的選舉 都一樣 當選了特首的時候 會邀請對面陣營的人 加入內閣 我相信其實兩位 無論唐或梁都 我相信他們都有這樣的空襟龍去 或者他們這樣的能力 邀請不同的有能支持 加入他們的政府 關鍵就是現在的陣營 他們支持國為其主 沒有辦法 但當選完之後 選完之後 成為了特首的時候 我相信大家 都很願意出一份 畢竟大家都是為香港 但現在罵得很激烈 有很多時事評論員 甚麼 不開名 不是送你出納軍 不是你說的 就算是傳統的 愛港陣營的評論員 都指明到性罵 唐英年是蠢 其實的確是 建制派裡面的火藥味 是史無前迷 不過不重要 好像美國 總統初選 奧巴馬對希拉里 甚至出了廣告 抹黑 選完之後 大家同一個陣營 都握手 做國安 民主選舉就是這樣 我相信這些是 民主選舉 不能避免 選完之後才抽水 好像克林頓一樣 現在抽奧巴馬水 沒有政治推道德 我相信自己覺得 選的時候會是這樣 選完之後 應該都是另外一回事 選完之後 大家都要接受現實 我相信無論工商界也好 銀行家也好 你會看到 可能現在銀行家 或者工商界集中 在一邊陣營 難度過上場 做特首的時候 他們仍然需要 繼續在香港服務 不過現在有些妙論 譬如你選隻豬最多蠢 選隻狼隨時吃你 但有些說隻豬蠢得來 為何地產商幫他 就說隻豬上台之後蠢得 地產商納益利益都不知道 其實你們對這些看法 第一你認同唐英年是豬 第二你認同梁振英是這樣的 我自己只會從公共行政的角度去看 唐英年是受地產界 或者公務員歡迎 因為他是預測 即是他容易去預測 因為他做了這麼多年的時候 他的想法或者他的做法 很多時候大家都已經知道了 即是猜到他的行為 只不過大家對CY的認識不太深 即是估計不到他的行為 其實大家是願不願意 這個危險的問題 所以我就不太認同 蠢的那隻豬 或者這些問題 我反而是覺得市民去選擇的時候 或者選擇選擇的時候 他要從兩個角度考慮 就是能否預測到他的行為 以及行為的風險 他們會怎樣去承受 我明白 我們如果看回民調 最近在特首選舉 候選人的民調變化很大 即唐英年原本很高的位置 跌到現在很低 CY就在低位上到很高 即你在地區那裡的觀察 是否都是這樣呢 現在唐英年的民望 在街坊市民心目中 是否已經去到這麼低的地方 我相信可能未必有這麼立體的比較 但市民我自己聽關於支持CY比較多 的確是一個我自己親身的經歷 即我也有同意 Victor你支持哪位 我未看到他的政歌 未表態 即我希望八姐姐出來參選 那這一集的時間差不多 好 下個星期再見 多謝票王分 好 好 好